第一个问题 每铸5元的LottoMax彩票 可以选几组号码呢? 每铸5元的彩票 是可以选三组号码的 而每一组 你都可以选七个 介乎一至五十的数字 选第一组号码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选 或者用电脑快选随机选 不过只得第一组才可以自己选 其余两组 都是要由电脑随机选的 但无论选什么号码 中奖的机率都是一样的 如果在一组号码里面 中了三个数字 那你就可以免费再玩一次 而一组号码 中了所有七个数字 那你就赢到头奖了 每次都用自己选的 相同号码来投注 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但要记住 无论你是用一样的号码 还是不同的号码 中奖机率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中奖机率了 每注五元的彩票 它的中奖机率都是七分一 不过你要知道 那并不代表每买七张五元的彩票 就会有一张中奖 而只是说每张彩票的中奖机率 都是七分一 买七张还是八张 无论买多少张 都不会改变每张彩票的中奖机率 以下来我们就看看Lottomax的 另一种中奖方式 每当Lottomax的累积头奖达到五千万 或者更多的时候 就会出现Max Millions大奖 你不需要额外再付钱 因为每一次你买的彩票 都已经自动包了Max Millions的抽奖机会 而只要你其中一组号码 和Max Millions开出的号码组合完全相同 那你就可以赢得一百万丰富奖金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Encore Encore是一种附价的博彩游戏 每买一张Lottomax彩票的时候 你只需要给多一元 就可以有机会赢取一百万的Encore奖金 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 东岸时间晚上十点半都会进行开奖 到时你可以用OLG彩票APP 或者上olg.ca核对一下中奖号码 还有不要忘记在彩票上签名